《玩具TV》第十八季第十集 剛才玩完一大輪鹹蛋超人 接著 《美國巨女》 《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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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vel的熱潮退味》 我真的不敢說 因為《永恆族》又推出了 《Spider-Man》的 什麼《Home》 這次叫 什麼《Home》 《No Way Home》 大家都很期待 相對性 《Marvel產品》也有不少新產品出 特別是《Bandai》 特別是《Bandai》 他推出什麼 《青少榮一》 沒錯 重點是什麼 本身 《Marvel》會有一個短篇 去介紹這個系列 而也找了日本的《青少榮一》 和他製作裡面 這麼多英雄人物的裝甲服 其實我想說 《SHF》會出白色的《Vision》 是啊 如果他出白色的《Vision》 他是不是應該給《Scarlet》 《Vision》 那部劇 我也覺得不出 因為《Vision》可能是一模兩用 不是 《SHF》有沒有出過《Vision》 《彩色Vision》好像沒有 對 突然跳到白色《Vision》 你放不出嗎 我放不出什麼價 我只是想要《Scarlet Ridge》 《Scarlet Ridge》就無所謂 什麼價都可以 《Vision》就 你說《Scarlet Ridge》 《Scarlet Ridge》 還未去到你的要求 只是那一隻也不可以 你《SHF》就算吧 回到這裏 好難說 是 簽直練這次 這系列是第三版 《Fighting Armor》 盒子又交給你評價 這次是用這個開槍的形式 算可以 因為這麼小件的產品 盒子可以吃得到 因為小件產品 可以鎖到 有改進 簽直練嗎 是的 又進步了 進步了 盒子就進步了 究竟裡面是怎樣 循例看看 其實它的配件也不算多 除了主體之外 就會包括盾 和造型手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已經裝組好了 也有一個專用的台座 不過沒有打算在這裏繼續使用 算不算專用呢 這個系列的共用台座 是的 你正確 其實它這個裝甲的 美國隊長造型 有沒有典故 在漫畫中 美國隊長有沒有穿過 類似Ironman的裝甲 我印象中是有的 但本身也不需要特別去考究 因為多一句 你又差遠一點 Bandau的系列 它都特意作一套新的漫畫 去backup 為何那些英雄要穿裝甲服呢 所以 喜歡的 就買 就是這樣 好 今次這隻 Captain American Armor 它和之前的分別有多大呢 角頭 基本上都不大 是的 多角頭 就是像你所說 哈哈哈哈 這些人不是搞事嗎 好 或者我在這裏 都不斷擺少少姿勢 再給大家看一看 它的造型 我正在看盾 可不可以掛在背部 應該可以的 好 麻煩Ricky 是可以的 大家看到 本身造型上 都是承接 Armor Series 看到 主要 它這次的特色就是 背部 頭 胸口 和多了個盾 當然 用得Captain American Armor 它一定是用藍 白 紅 來做這個主要配色 好了 可動了 它說明書那裏 有一些地方 叫你小心 可能會容易刮傷 這些分別 哪幾個位 就是這裏 肩甲 肩甲 和少許的 這裏 如果你是親愛的 便印廚玩 看路 或者我想 介紹這裏主體 之前 我想先說一說盾 看到本身也是 塑膠製 噴了紅白藍的金屬色 至於後面 你會看到 好 它這個 病的關節 做得很狠 做得很狠 比較粗之大熱 反而它這個 可動關節也挺多 因為它要遷就幾件事 第一 就是手持盾 要英俊 第二 本身在封底也看到 它這個盾 是可以放在背部 怎樣放 就是這樣 很簡單 握個病 放在草 所以它的東西 我覺得也好 不怕醜 無論是假 或是病 也挺大件 玩起來 便方便 配合 規格 線條 其實這樣打都可以 刺激嚇人 都可以 穿了裝甲 我沒有說話 你可以看到 它的頸 和頭 做了獨立件 所以可動性 很可怕 上胸和肩膀位 前後擺動也很大 對 因為這裏做了球形的關節 我覺得始終是美國隊長 如果它有兩個頭換 有一個是露到嘴 相差很遠 對 我會想看 有少許面型 上臂都可以做到 這個90度 前後不說 不過最重要是橫軸 如果師兄是否有玩過這個系列 其實他拿上手 你會覺得 比想像中重手一點 手感不錯 也很好扭 還有一些合金控 這裏都可以 因為始終除了膠外 它的合金成分 我不敢說很多 但拿上手 會有一種聚手的感覺 特別是下半身 即腳那裏 他本身預算你有幾個拳頭換 而且很少可以見到 美國隊長用這個 射擊系 用手掌出這個掌 這是挺過癮的 我可以說是唯一的批評 如果不太講究的話 我唯一不滿意 就是他的手腕 那個球組比較鬆 對 容易撞到便脫 對 容易撞到便脫 其實說明書 剛才Walker也有說 留意這個 綠色的上空 這副甲 和下面的白色 這副位 動的時候 是有機會刮到的 所以玩的時候要留意 因為他的腰部 都已經做了一二兩折 所以可動來說 其實是非常好 你見他 已經可以做一個骨弓的動作 是很扭的 握上手 向後咬 亦是非常自然 向前可以撿到錢 所以純粹可動性和可換性來說 是不錯的 大腿有那麼多拉出 可以拉長 少少拉出 可以變成90度 當然 全系列 我相信 由心口對落 應該每一隻 Fighting Armor系列都一樣 所以我不多說 因為本身 它的素體確實 設計得不錯 至於可動性 亦非常好 以及關節的鬆緊度 是越做越好 是順心的 跟SHF是同級好玩的 幾千呢 好像也不算便宜 好像不過一千 我真的忘記了 不用吧 有人知道多少錢嗎 千積連這個 我真的忘記了 去到四位數字嗎 我真的忘記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 就自己去坊間留意 因為我沒有進入 亦都說多一點 坦白說 這款的QC 是不一般 是嗎 本身其實有 我想真的幾多位 會見到一些層點 之後噴上去 其實頭已經有好幾粒 這麼小的範圍 其他我都不再看下去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 或者抽大彈 祝大家好運 我純粹是手腕的關節 比較麻煩 裝的時候也麻煩 都是Bandai 有時會用那種 算不算Double 它那個波階 其實也有一個關節 可以這樣搖 裝的時候會走來走去 很麻煩 而且又不夠實 所以手腕 希望下次 它還會出 至少還有Dedpool 其實下一隻有Dedpool 然後Woolferine也有企劃 希望它的手腕 可以微調 它的組織 可以好一點 不要太容易脫 這隻東西就沒有問題 藍色可能會淺了一點 不過我有吐槽一點 其實就著造型 我覺得 一個美國隊長 一個Woolferine 其實在Fighting Armour系列 頭盔的造型 我覺得是幾下的 如果真的要裝甲的話 其實這個臉的樣子 只有一塊顏色 遮蓋著 我就覺得太單調了 我現在看到 好像看不到頭部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像G.I. Joe的毒蛇房 所以我這裡是有些實況 但你見到擺姿子是很帥的 這個姿子很帥 這些顏色是非常漂亮的 珍珠白和藍色 這次就差不多了 好 今集玩了這麼多 待會見